I'm waiting, 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大众占卜的题目是 你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现在他的身边有其他正在考虑的对象吗? 以及呢,你在他的心中会不会被取代呢? 台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由左、挚右 一、二、三 选好了吗? 我们就开始咯 选到最左边,第一组排组的朋友 我们来看到在神语卡的地方 所想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这话在神语卡是想要告诉你们 会建议你们说这时候当你们如果说心情感觉到很沮丧 或说觉得很不开心 或是说可能没有办法去信任自己 或说肯定自己的存在的话 会建议你们要去和身边的朋友聚在一起 并且呢,可以享受在花朵的世界之中 最尤其的话,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们是可以一起去出外踏青、郊游 或说可以去花店 可以去买你们所想要的花 或说你们可以去找一些 你们喜欢的花果香 或说有那种香味的东西 来去满足你们内心中的感受 或者是说感觉会建议你们 就是你们一定要尝试着去找你们的朋友 然后大家凝聚 大家在一起一起去找 一起去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那就尤其是去找 可以让你们身上 所以散发出更多的花香 或者是说可以用那些的花朵啊 或说那些的植物 来去衬托于说你的好 或说你的外在跟外表 然后就是能够去提升你自己 因为事实上你这个人的话 会目前的你是需要由 透过植物的美丽 或说植物的香气 来去衬托你 或说来去让你的这个人的价值 变得更加显著 或者是说变得更加的提升 好那这边在神韵卡地方 是想给予你们这样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在验证牌地方 你呢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 那这边从验证牌可以看到说 事实上你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你的心中的不安 或说可能心中一些比较担忧 或说可能比较难过 或说可能比较不容易去接受的 那种的事情的话 现在会比较浮现在台面上 或说会比较容易去赞助你 现在的思绪 也就是说其实在目前的 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 你其实这个人本身会非常在乎说 两人之间的目标 或说两人之间的想法 或说两人之间在生活上的认知 或说想要去一起努力的 所达到的那个结果的话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呢在目前看起来说 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目前呢是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 一个共识 所以因而呢 你们其实会非常的担心跟担忧说 虽然关系会不会最后就变成无疾而终 或说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跟对方 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机会 所以其实目前的你会比较很容易的 或说会想尽办法 请注意说自己所有的金钱 或说自己的时间在这个人身上 或说在这段关系之中 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放任着他 不管或说就不会再顺着他 就是顺其这样的发展 你现在是比较有点想去试着 或说尝试去掌控这一段的关系 所以因而呢 目前这段关系的话 确实对于你而言 其实你会有大概六成的把握 因为这段关系 其实你们还是会有一定的时间 或说一定的几率 或说一定的那种生活圈 是可以碰到面的 所以你会认为这部分 是你仍然可以做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有时候可能对方所表达出来的样子 或者说可能在对说这段关系的期待 或说相处的方式 和你所想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你就会变成是 需要由你自己花更多的时间 或者说花更多的金钱 或者说想尽办法去让对方开心 或者说去勾引 或者说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让对方会去愿意呢 来经营你们这段关系 或者说他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来去符合你们心中所想要的这个结果 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说 你们心中所想要的结果 或者说这段关系的发展的话 实际上是并没有达到你们心中所想要的那个门槛 所以甚至呢 连一半可能都没有 但是你们还是会觉得说 这段关系是有可以再继续努力的空间 所以你们还是不想去放弃 只是你们自己心中会觉得还蛮累的 但是你们又没有办法去完全放下 跟这个人之间的连结 有时候还是会想起跟这个人之间的点点滴滴 好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有符合到你们 目前呢 在对所段关系的想法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就说他现在身边有没有其他他正在考虑的对象呢 这边的话我们从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这个人的话 洋洋会很恭喜你们 就是这个人他事实上没有在考虑其他的对象 其实应该是说这个人他目前生活中的压力是有的 或者说其实他在对说感情中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信任别人 又或者说可能现在他目前生活中有他必须要去忙 或者说可能他有想要去达成的目标 或者说他的专注力是在某一个事情上面 所以其实目前这个人的话 他会比较是着重在说他的责任在哪 那他就是要把他时间请注意说在这个部分上面 所以因此呢这个人他实际上在对说这段关系 或者说在对说他自己人 他自己感情的部分的话 他会比较就是花时间或是心力在他自己个人的身上 然后如果说在特别针对说考虑其他对象的这个环节的话 这个人他并不会想要特别去发展一段关系 甚至呢他会反而用一种比较过度去考验其他的人 所对于他的好 所以当有一个人想要主动对他好 或说主动的 应该说有人想要主动的来去贴近他的话 其实他反而会有一点去害怕 或者说可能会跟着人保持一点距离 因此呢他就是说并不会有人想要去特别跟他发展 一段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说他其实也没有去考虑其他的人 那因为他的助力现在是比较在于说他自己个人的身上 所以因此呢他就不会想要特别花时间去经营每一段的关系 那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我们并不一定确定说对方是不是有在乎你 但是事实上对方他是因为蛮重视所谓在感情 可以带给他什么样的感觉 那如果说他会发现可能跟别人有暧昧 或者可能考虑其他的对象 会让他生活变得比较混乱 或者说可能比较复杂 或者说是已经超出他原本所可以掌控的那个步调的话 那么他就会想要去放弃掉这个人 所以如果说你跟这个目前的关系是属于在比较和平啊 或者说可能是属于在还不错的状态的话 那事实上就是有可能你在对方心目中是一个蛮重要的存在 甚至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关系确定是属于高度暧昧的话 那么呢对方是因为他蛮害怕失去你 那么他就不会想要去考虑到其他的人 他会比较是专注在说他个人的工作 或者说可能他个人的事情上 那同时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人可能目前他的工作 就是说工作上面并不是那么的好 或者说有可能你可以帮助到这个人工作上 或者说你可以去倾听这个人在工作上的行政 然后可以给予他更多建设性的建议 或者说他是非常信任你的 那这时候他就会因为太过于害怕失去你 所以他是全心全意把他的心有在你身上 那当然虽然目前他确实在关系之中 他并没有想要去花时间在你们关系之中 这关努力 但实际上这个人的话 他就不会因为生活中压力 然后就想去找别人 或者说去考虑其他的人 所以这部分你们可以蛮放心的 那再去往下看就说 你在他心中的话会不会被取代呢 那这的话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你在他的心目中的话 事实上是不会被取代的 但是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地位的话 是属于比较后面一点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的话 他因为认为你们两人之间 其实是真的还蛮有缘 或者是说你在他心中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存在 甚至呢是他可能在对于说情感中 或说找另外一半的人的那个条件的话 你是有符合到那个标准 甚至你有超乎到那样的标准 所以婴儿呢他会把你列为说 是一个完全一定要在一起的对象 或者说是一个一定要选择的人 但是为什么你的排名会在比较后面 是因为他认为在感情之中 如果说是已经有稳定的话 那么就希望说爱情就不要来去 干扰到他的生活 或者说不要去掌控到他生活中的步调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这个人 他是非常在意工作上的表现 那他最近可能工作上表现 并没有到那么的好的话 或说可能感情会去影响到他工作上的表现 那么他就会想要把感情放在后面一点 因为他这个可能是比较注重说 他给别人说就是在工作上面 带给别人的感觉 或说可能工作上面表现 有没有办法很突出 或说可能会希望说自己工作上的成就是可以 有所提升或说有所不一样的 同时呢 从排面上开另外第三个讯息 就是说有可能 这个人可能在过往之中 在感情或说在跟你之间相处的话 真的有发生过一些不愉快 那么他其实这个部分 这个的情况他还在做修正 或说还在做修补 所以目前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信任你这个人 或说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相信这段关系 所以会建议你们说 不妨就再给予这个人一些的时间 或说再给予 就是说你再主动的去为这段关系付出 或说再主动的去经营这段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或许会有可能可以去扭转 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地位 可以从比较后面再往上提升 但其实这个后面也没有到真的很后面 因为其实你们只是介于说 他在工作家人的后面而已 那其实你还是在他的朋友之上 所以部分你们可以放心 那只是这个人他会比较需要花一点时间 就是花比较多心力 在他的工作上的这个部分 那你们之间相处的话 确实是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点 然后你要去证明说你是比其他的人 或说你是可以超越过往的你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之后要努力的去表现 然后去抚平他心中所对于说 这段关系中的那个伤害 或说可能对于说这段关系 曾经那种不愉快的记忆 那这个可能真的需要花点时间 所以这边就有出现一个保健六的证围 所以这边他这个心中的伤痛 需要时间还有需要透过行动去证明 然后去抚平那样的一个伤痛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我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那种帮助 或说让我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桌上方 有羊羊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 第二组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看到就是在神语卡的地方 说想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这样话从神语卡的讯息 想告诉你们说 或许现在的你们 是需要一点时间 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放松 然后让自己呢可以走出户外 或者是说可以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芬芳 多与大自然接触 可以让你们的心胸变得更加的开阔 也就是说目前的你们 有可能现在是心情上面 是属于比较郁闷的 或说心中的话 目前的感受是有一种 很浑浊的气 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 去把这种的感觉给释放出来 所以因此呢 神语卡想告诉你们说 目前的你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让你们可以与你们自己独处 但是当独处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往户外走一走 享受一下明媚的阳光 或者是说广阔的大海 或者是说在深山里面的 那种植物的香气的那种芬芳 那这变化其实是能够提升你们 或者是说能够让你们心中的 那种没办法放开的气 或者是说一直打劫的 那种的思绪是可以被释放 或者说可以被释怀的 那这时候你们可以得到更多 不一样的人生的方向 因为你们的人生 或者说你们目前的状况的话 其实会比较容易执着在当下 或者说目前的情绪之中 如果说你们可以走出户外 或者说给予自己 与自己相独处的时光的话 其实是能够让你们 能够有一个更不一样 或者说会有一个新的想法 或者说会有能够去释放 说你们心中现在比较郁闷的 那种的感觉 好那现在去往下看 就是在验证牌的地方 你呢目前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的想法 那么我这边来看到说 在验证牌的地方 事实上你们目前说 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想法的话 你们会觉得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 会有蛮多不错的想象 或者说其实你们会觉得 这段关系是蛮有机会 可以再进步的发展的 但是因为在牌面上 有一个蛮特别的讯息 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目前这段关系 是真的牵扯到金钱 或者说由你来去掌控 这段关系终是有一些 在金钱上的运用 或者说你会把你的金钱 投资在他的事业上 你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合伙人的话 实际上你会认为说 自己在他心目中 现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或者说他非你不可 那么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是有一点像是 可以把他给绑在你们身边 会认为这段关系 其实会有机会发展的 或者说这段关系是有可能 可以再更进步的 但是有时候你们还是会认为说 这段关系或许有可能是只会停留在 现在的这个当下 其实你们心中仍然是会有点战战兢兢 会担心说会不会之后这段关系 就只是停留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 虽然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 仍然是有非常多的好感 或者说会有蛮多的期待 会仍然会希望说 对方可能会因为你能够去掌控这个金钱的大权 或者说你能够给予他在金钱上 或者说事业上一个相当明确的建议 或者说有建设性的想法的话 他会因为这样子就特别去忠用你 或者说会特别的关注你 那如果说跟金钱无关的话 就表示目前这段关系 比较多有可能是由你自己来去付出 或者是说你自己会一直想要去买东西给他 或说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在他身边 虽然你可能会认为说 自己没有办法给予他什么样的明确的帮助 或者说没有办法给他一些他想要的结果 但至少你可以陪伴在他身边 你会认为说透过这样的陪伴 或说透过漫长的相处 或许他就会对于你们这段关系 或说再对于你的话 他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想法 或说会可以有个不一样的感情中的结果 就是你目前是抱持的这样的一段关系的想法 好 那这件话呢 如果说验证牌要符合到 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 就说 那现在身边有其他考虑的对象吗 那这件话从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这个人的话 他现在身边确实有其他的暧昧的 或者是说有其他正在可以考虑的对象 就是除了你以外 因为这个人的话 他实际上可能在对于说 所谓人际关系之间的相处 实际上这个人会呈现出种比较博爱 或者说会比较容易去同情弱小 或者是可能会想要去照顾 需要被帮助的人 或说当有人来主动寻求他的协助 或说想要请求他的帮忙的话 实际上这个人他会相当的不吝啬 他会希望说可以给予对方什么样的协助 或说可以给予对方什么样的照顾 就是说当这个人去主动找他 或说希望他可以帮助他的话 实际上当他觉得他可以给予对方 什么样的回馈的话 那么他会觉得自己的价值 或说可能自己的身份是可以有所提升 可以提升自己本身的魅力之外 那自己的人脉 或说可能自己的声望 可以变得更加的好 所以这个人其实呢 他会不自觉想要去照顾需要帮助的人 就是可能刚好这个人是有利用到他的弱点 或说可能有利用到他的这个的个性 所以他就会有点说趁虚而入 那另外的讯息就是说 有可能他们的争断关系 有点比较偏向于说 像是那种日久生情 或者说可能是那种职场上所认识的 或者说可能是在同一个生活圈的那种的人 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目前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多一定的交流 或者是说其实之间的交流时间 并没有如同你那么的长 所以婴儿呢 还没有办法完全说 那个人去赞助他内心中的思绪 或者说他会觉得跟这个人之间的话 其实是除了还蛮 就是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 然后这个人其实是 也是蛮能够懂他内心中在想什么 然后是能够站在他的处境去为他设想 或者说能够去阿谀奉承他 或说可以对他讲一些他所想要听的那些讨好的话 但是因为他还是会觉得说 这个人之间如果说在实际上互动相处的话 可能还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什么 又或者说有可能他心中还是有想到你们的这段关系 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投入在这一个人身上 但是因为当有这个牌出现 或说当有这样的讯息出现的时候 对于你们而言 是一个蛮重要的警讯 那同时另外的讯息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人有跟他的前任正在有 藕端丝连 或说可能有那种私底下在联络 然后可能他跟这个前任 目前还是有一些的感情上 或是说可能在过去中的那种的争执 或说可能不愉快那种癥结点 还需要花点时间去磨合 或说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 让两人之间的心情 或说两人之间的结把它打开 所以因而呢 目前他在对说这个人 或说这个对象的话 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下定决心 就是他还在慢慢的观察的这个阶段 但对于你们而言的话 你们可能就是真的要特别小心 还有就是要留意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 就是说你在他的心中 就是会被取代吗 那这话从排面上看出来说 如果说可能这段关系之中 你们的过去有一些的争执 或说可能有一些的吵架 没有去完全的说清楚 或说可能没有讲明白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们这段关系 就是很有可能会 迟早有一天会被取代 因为呢这个人实际上 他还是会去想到说 你们过往那种的点点滴滴 但是当想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的时候 就会想到那些 可能比较伤心啊 或说可能比较难过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们现在目前呢 就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 其实会蛮多讯就说 你们这段关系是比较不容易会被取代 因为对方其实蛮在乎你们的 他会希望说跟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可以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 或者是说跟你们这段关系 未来是一定有一个结果出来 就是会比如说结婚 或者说可能会双方见 就是说会去见到双方的父母啊 或者说双方的家长 就是他会有比较多的规划 那他其实自己本身 又想要往这方面去执行 但如果说目前可能是 属于高度暧昧的话 那你们之前有一些的不愉快争执 你们可能就真的要找时间去说清楚 或者说让对方知道说 其实你是非常在乎他 然后你是希望可以改进 或者说可以找到两人之间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就是不要因为过往的那种的不愉快 来去影响到你们的这段关系 但如果说你们可能是锻炼的 或者说可能是单纯单恋的话 那么你们可能就要留意了 就表示说其实对方在对于说 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 他其实是比较抱持说 就是继续当成一个好朋友 或者说可以当成一个蛮不错的伙伴 那这边的话就会变得比较没有办法说 就是没办法让你们可以有想要达到你们 那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些 让你们就比较容易被取代 那其实这个被取代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甚至他也会去设想说 那之后可能要改成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 或者说可能要改成什么样的方式 去对待彼此 那这样的话那个关系就可以慢慢的拉回来 就是不要再有那种暧昧的情愫 或者是说就不要让你有任何的期待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如果说是断联 就是变成说对方有可能之后 就会来主动找你们 就是等到他能够去放下 或说他觉得这段关系已经事过境迁了 那么他就会想说 那这段关系其实或许可以先放下 彼此过往的几件 然后重新的相处 或是说重新的坦诚相待彼此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样的话呢 是以上选到这一组排队的讯息 希望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我们有帮助 或说让我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有需要预约更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 第三组排图的朋友 那么在神语卡的地方 说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样的话 神语卡想要告诉你们说 就千万不要让自己去害怕唱歌 就是说当有音乐 或者说可能是有个什么样的声音 它是能够给予你带来生活 或者说心灵上的一个松懈 或者说一个放松 所以呢会希望说 如果你们本身可能很喜欢音乐 或者说可能很喜欢唱歌 但是又会担心说 自己无音不全 然后就去讨厌这样东西的话 会希望你们就是不要有那种的认知 会希望你们可以改变你们自己 那你们就可以多和你们所熟悉的朋友 如果说他真的比较不介意你们 无音不全的话 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唱个歌 然后发泄一下自己 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有些的压力 但是呢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大吼大叫 那么欢迎你们就是可以到KTV的地方 好好的将内心之中的不满 或者说任何不好的感受 深思历劫的 把它给释放 或者是说释怀出了 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就说 你在对说这段关系的想法 这边话我们从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的话 有土上算是蛮不错 或说可能跟对方目前的感情是还蛮好的 所以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你心中会有蛮多的安全感 或者是你现在其实对说这段关系 有很多的放心的感觉 所以你会比较能够有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会再把自己的心思一直放在这段关系之中 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那这边话其实看起来说 你们现在目前的相处的方式跟以往的话 的那种的模式或说方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因而呢两人之间现在是已经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或说两人之间可以用自己所最想要表现 或是说表达出来的方式和对方相处 所以因此呢在于说你们目前这段关系 你就会认为其实会有蛮多 让你觉得可能可以比较放心 或说可能可以比较安心的去看待 或说去面对这段关系 甚至在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未来的话 你们会认为说其实这个关系 是可以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发展 或说其这段关系是非常有机会可以交往在一起 甚至有的人会认为说目前这段两个人之间 可能是没有明确的承诺出来 但是呢两人之间其实在对待彼此都是坦诚相待 或者说都是有非常的用心 所以因此这段关系在目前你们就觉得 其实会有就是一定会交往在一起 或者说可能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几率 几率存在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有可能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可能跟对方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有保持在稳定 但是你们自己是能够掌握好你们自己的心情 或说能够知道说对于什么东西对你们而言是比较重要的 你们就会把自己的专注力 或说把自己的耐心比较是放在那个事情上 或说那个人的 应该说那件事情上面 也就会让你自己会知道说 我如果说怎么做 我可以让我自己心里保持在一个平衡 会比较能够去重视你的身心灵 所以这部分的话 看起来就是说 比较不会因为有任何关系上 来去影响到你目前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的这个信心 那这边有可能是说 你跟对方间相处也算是蛮不错 所以认为其两人之间的 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不会有一个太多的困难 或说也不会有太多的挑战的可能性 好那这件话呢 就以上选到在组牌组朋友 你们验证牌的讯息 那比如说有符合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你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他现在身边有其他正在考虑的对象吗 那话从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他现在目前在跟这个人间相处的话 其实算是蛮融洽 或说可能是有刚认识的一个人 那他们其实目前所相处 或说他们可能现在所认识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还没有到非常的深入 那其实这个人的话 目前呢是比较蛮去吸引到他的目光 或说可能是蛮去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所以因此呢 现在的他的话会蛮 就是说会倾向来说 把更多的时间 或说可能更多的心力 或说可能更多的精神专注力 放在这个人身上 那其实他对于说这个人的话 目前呢其实还没有太多 多余的情感 或说可能还没有太多 以感情的这个部分为主 就是他目前在跟这个人相处的话 其实是刚认识 或说可能刚互动 还在重新 应该说还在刚开始了解的这个阶段 那但其实对于你们而言的话 就会变成是一个潜在的 危害的对象 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在之后面 确实会有蛮大的几率 会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 那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的话 好像就是他跟那个人相处 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有可能 那个人其实是他的工作上所认识的 或者说可能现在是生活圈 或者说可能透过朋友之间 所不小心认识到的这个人 那只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 共同的话题 或者说可能是有那种共同生活圈 或者说可能是有 共同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然后所认识到对方 那目前的话 对于说这个人的好感度 就是非常的高 那同时如果说 真的是有机会 可以和那个人相处的话 其实那他就会也会 就是说他也是非常愿意 或者说也是非常乐意 可以去找那个人 那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说 目前他们的关系的相处上面 就刚前面提到的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这个人就是有可能 就是说如果他们继续相处的还不错 或者说可能继续发展的还蛮好的话 那个人所讲出来的话 确实会去影响到他的想法 或者是说会去赞助他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就会去影响到 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 然后两次间可能在工作上的能力 或者说可能在兴趣啊 那专业上的部分的话 就是会蛮去影响到彼此 或者说彼此之间都是在对说这个部分 是有共同话题 或者说想法上面也是相当的一致 所以因此呢 他们两人之间在相处的时候 就是会有更多 或者说更广阔的话题可以聊 那因为也会去赞助彼此的这个时间点 那当然这样子的话 就会去影响到你们的这段关系 所以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实际上就是你们这段关系 后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干 或者说可能会变得比较尴尬一些 或者是说你如果说你真的 没有办法去跟他聊工作上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就会变成 那个人就会去取代于你的身份 或说就会去影响到你们的这个缘分 好那这样的话去往下看 就说你在他心中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被取代吗 那就刚刚所提到说 因为其实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你现在心中所想的这个人 他在面对于你 他会觉得会至少 就是说他至少能够比较做他自己 或说他是能够 以他自己所想要相处的模式 或说方式跟你相处在一起 所以唯一对于说你而言的话 最好的那种可以去争取这段关系 就是他对于说你的信任 或说可能他在对于说你的 那种习惯的感觉 所以你们就是尽可能要去把握好对方 就是说你们唯一所拥有的这个有势 以及对方在目前对待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态度 就是虽然他这个态度 目前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沉浸 或者说可能比较无聊 或者说可能就是没有想要跟你们 那种太多的火花 其实也是因为你们目前这段关系 已经从原本的新鲜感 然后转变成到现在 转到之后的安全感 安全感之后又变成一种习惯 那如果说一旦没有那种感情中的火花 或者可能没有感情中的那种 爱情的感觉跟氛围的话 那就是会有可能说这段关系到最后 或说之后就演变成是 只是一般的好朋友 那当然其实你们就不会想说 只是当成好朋友嘛 所以因此呢 你们一定要很主动的去激起这段关系 他能够有更多的那种信任的感觉 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 或者说可能更多的那种 想去驱动这段关系 因为事实上对方他也并没有讨厌你们 或者说其实对方他也并没有说 也要去离开这段关系 那只是因为现在他是有稍微 有一点那种怠惰 或者说可能是觉得 这段关系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他真正所想要的这个样子跟样貌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说他跟那个心的对象是相处上蛮不错 或者说可能之后他的注意力 或者说时间点慢慢的移转到那个人身上的话 那要变成他就很信任他 然后他可能就会蛮 就是想要是待在他身边 那这样的话他在你这边时间就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说你们在这段关系中 你一直不断的跟这个人吵 或者说可能用欲擒故纵的话 通常会比较没有效 或者甚至说这段关系会变成比较尴尬一点 或者说就是会变得比较 越来越没办法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因此会建议你们说 在之后可能跟这人相处的话 尽可能的就是要跟他除了交心以外 就是一定要多去制造所谓的新鲜感 或说多制造一些的火化 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让这段关系 就是可以继续的延长下去 或说让这段关系会有更多不同的 更多更好的这种的可能性 好那这些话呢 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我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可以小铃铛 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演员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